美国关键财经数据即将发布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交易机会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友解析 GoldMarkets三线交易首选选商 今天是2月5号 星期五 我是Eric 今天ASS指出是开盘暴涨之后呢 就进入了长达一天的盘整 最终收涨在了6,841点 今天涨幅最大的是News Corporation 股票代码NWS 他们今天早上发布了 二一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并且宣布美股配息0.1美金 虽然营收方面有3%的下跌 但是净利润以及美股收益 相较于上一季度 都是有很大提升的 新的影响 也给这些往数字媒体转型的 传统媒体大亨们 带来了巨大的机会窗口 而BNPL领域的二把手ZIP 今天的走势也不错 上涨了7.96% 价格收涨在了8.68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JHG 下跌了5.63% 目前价格收跌在了40.19% 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 根据协议呢 他们对大股东 DAI CHI LIFE 我不确定发音对不对 是一家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 手里的3000多万股 进行二次发行 做价是29.25% 而公司呢 也会根据协议回购其中的800多万股 昨天黄金跌破1830到1840的区间之后 一路再往下走 跌破了1800大观之后呢 曾移度到了1785左右的价格 现在价格回弹到了1796附近 但是上升势头 昨天的自己和昨天的黄金呢 都还可以 不算跌得太凶 现在价格在26.37附近调整 比特币还是那个比特币 近千美金的波动依旧是沙沙水 现在的价格在37000多美金 今天美国刚出的1月30日 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为77.9万人 相比预期和前值都要低 情况还算不错 今晚凌晨呢 也是美国的12月贸易账 1月失业率 以及非农业人口变动的一个公布 都是比较重要的数据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美国COVID-191月新感染人数 在中下旬的时候是下降的 随着疫苗的施打的推进 就业人数应该也有所起色 而一般来说 就业人数的提升呢 是利多美元的 而近期拜登撒钱的计划 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因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推升美元的 美元汇率的预期 而美元一般来说 跟黄金是在 是有一定的互相关性的 所以呢 也让我们来看一看 已经跳了水的黄金啊 会不会再往下再扎一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